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双向园 这里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西北区 距离白宫只有5.5公里 这座建筑物今年刚满130周年 它的占地总共73,815平方公尺 大概有10个足球场大哦 双向园是1888年的时候 由国家地理学会的创办人贺博德 也就是电话发明人贝尔的岳父 他委托当时著名的建筑师 Francis Allen所盖的一栋 乔治复兴时期英式风格的夏日别墅 并且以当时屋外一株 从根部分岔的双生老像树命名的 1937年6月 新任的驻美大使王振平 向赫博德家族乘租了双向园 从此展开了双向园和中华民国 80多年的不解之园 而这份不解之园 正是建立在台美两国悠久 又波折的方译上 今天是2018年12月15号 你知道吗 40年前的今天 曾经预告了一段关系的结束 然而也象征了一段新关系的开始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双向园 这座充满历史回忆的空间吧 80年来 双向园经历了23任的驻美大使 或代表 他们肩负着外交重任 开出在我们最重要的国际盟友 美国的首都 华盛顿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便不断地在军事和经济上面援助我们 韩战爆发之后 更开始了所谓的美援 这些援助 对台湾各方面的发展 都影响非常地深远 直到今天 台美两国在各层面 都还保持着深度的交流 现在我们所在的房间是大安厅 这里是原屋主的书房 现在改建成客厅 197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 和国务卿基辛吉 决定改变外交策略 开始和中共接触 并建立正常化关系 在1978年12月15号凌晨 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无预警地透过当时的驻台大使安克志 向时任总统蒋经国先生 传达美国决定与中华民国断交的决定 并将在1979年1月1号生效 当时的驻美大使沈建宏先生 也被要求在短短的15天内撤出双向元 由于已经有不少我国在其他国家的大使馆 断交后被强行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 因此经过反复的考量 决定先将双向元的产权转让给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自由中国之友协会 才暂时保住了双向元 我国与美国断交后 为了确保台海的和平和台湾民众的安全 在政府和民间各方人士努力的奔走游说之下 美国联邦众议院在1979年2月28号提出台湾关系法草案 并在3月28号及29号分别获得众院和参院通过 最后在4月10号经过美国总统卡特遣署 并且追溯至1979年1月1号生效 这也就是后来保障了40年来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定立之后 我国对双向元的原有产权获得了保护 政府便于1982年购回双向元 当时的双向元因为无人维护 已经是惨破不堪 新上任的驻美代表前傅先生决定出手大力整修 并且早来杰出的华裔建筑师徐淑仁设计规划 才有了双向元今日面貌的雏形 而在1986年 双向元也正式被美国内政部列为了国家骨骑 例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客厅 便是整修过后的小会客厅 它的地毯和家具的配色和大蓝厅一样都是蓝色 但是空间相对较小 因此又称为小蓝厅 除此之外 这间客厅还收藏了双向元三宝之一的一件古董 虫之仙桃图 相传是慈禧太后的宫廷画师所绘制 画中的莲芝盘桃是传统长袖与吉祥的象征 除了穷之仙桃图 双向元的三宝之二 就是照亮这座典雅宴会厅的吊灯 这是由原屋主赫伯德家族留下来的百年古董 由著名的Tiffany & Co.创办人的父亲 Louise Comfort Tiffany所设计 使用彩色玻璃由工匠手工镶嵌而成 因此这座房间也被称为Tiffany Room 这里曾经念经过许多重要的宾客 包括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 艾森豪、米克森、福特和小布希等等 这座雕工精致的凤梨型梯柱是双向元著名的新人传统 来访的宾客不免俗的都要轻轻摸着它许愿 就像墙上照片里原屋主赫伯德的曾外孙女 Messis Helen Reynolds结婚的时候的刘影一样 双向元整修完成后 虽然在外交地位上处处受限 从前傅先生开始 地人的驻美代表用各种方式 打响双向元在华府社交圈的名声 双向元也再度成为具有外交功能的国际舞台 这里是通往双向元二楼的平台 这套龙文家具是由珍贵的紫檀木做成 是双向元的第三宝 这是蜻蜓送来美国参加1904年 圣路易万国博览会的展览品 这间大宴会厅是由原本的开放式门廊改建而成 前方的落地窗可以眺望辽阔的大草原 好欢的时候经常会有可爱的鹿群出没觅食 运气好的话 偶尔还可以看到一只红色的狐狸奔跑越过草原 让双向元的傍晚增添一份田园的气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向元她的悠久曲折的历史 就像是台美关系一样地久迷奸 而台湾和美国就像是原理的那种地久迷奸 有相信民主人权的共同学脉 一起朝向那颗太阳成长 很轴壮并且屹立不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